举头三十有神明 老天不喜欢的事千万不要做 曾国藩曾经讲过 天道有三计 第一 天道技巧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 文章独步天下 别人问他成功的秘诀 他只是说 我一生文章多作于马上枕上册上 一秦天下无难事 秦是巧之功 巧是秦之过 当你贪图巧的时候 不想付出任何代价 就成了欲速则不打 当你踏踏实实地做好每一件事 时间会给你一个答案 第二 天道技英 千千君子 卑矣自目 那些能够走得更远的人 从不指高强 他们谦虚 甚至有些卑微 甘居人下 谦虚听取别人的意见 不断完善自己 时间久了 自然就能够成就一番事业 第三 天道技二 曾公藩说 二者多猜一眼 不忠诚也 不恒心也 也就是说 人际关系中最忌讳的 就是诸心的思维 总是用负面的出发点 去怀疑别人 最后 所有的关系都因此破坏 而做事最忌讳的 不就是专一吗 你为什么总是做不成事呢 就是因为你不够专注 权利以赴 有点意思 关注我 我是吴军 都因 都因 字幕 李宗盛